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 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 我是李琴 在上海或各位 在上周连续两个交易日 都是出现了明显的缩量 所以大家都在等待着 这个周一市场应该会选择一个方向 到底是向上突破 还是选择向下调整 那么市场到底会选出什么样的方向呢 其实跟刚刚过去的这个超级周末 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在星期六的下午4点一刻 大家都在等待着 这个下午呢 这个不管是保监会 还是咱们证监会的新任主席刘世瑜 到底会针对媒体的一些问答 给予什么样的回答 不管怎么说 我是在全程观看了直播 对于一些问题 咱们的刘主席呢 是直面问题 而且呢是坦诚回答 让大家感觉说非常的真诚 但是也有人会说 到底解答出了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 咱们关心的比如说像注册制啊 比如说像中正金啊 咱们的刘主席其实都是给出了正面的回复 咱们先来看一看 在那天的下午 刘主席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 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有关于注册制的问题 注册制一开始 刘主席说是一定会搞 必须搞 但后面还说了一些什么呢 咱们不妨呢通过一个短片 先来共同来回顾一下 看看在这一天的下午 刘主席给出了怎样的一种回答 这套的规章制度 它的研究论证 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必须充分沟通 形成共色 凝聚合力 说配套的改革需要相当的过程 相当长的时间 注册制是不可以单兵突进的 大家已经看到 四三五规划刚要的草案提出 创造条件 设施股票发行注册制 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 总得有个过程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各方面 要充分沟通 邻居共识 证监会 要及时广益 无论是核种制 还是住持制 我们都必须实时秉承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真诚理念 对发行人披露内容 进行严格的增设的 创造 你看这就是刘主席那一天 针对于记者的问答 所给出的一番回复 做的是搞不搞 必须搞 但是这是一个片面的理解 怎么搞 其实这才是关键 要搞注册制 首先得创造条件 创造什么样的条件 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大家看的话 也会记得说 当时说 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逗号 然后才是创造条件 来去搞这个注册制 搞这个注册制 它不能够是单兵突进 就各方面的因素 得共证了之后 才能够真正的去推行注册制 另外还有记者问到了 说这个中正金 到底会不会退出 什么时候退出 以何种方式退出 咱们的刘主席也是非常诚恳 直面的来说 说我坦率的跟你说吧 中正金退出这个问题 我目前还没有考虑过 所以在未来的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内 中正金都不会退出 严谨一概 也给了市场一颗定性丸 还有当记者也有问到说 今后这个市场如果面临失灵的时候 其实从这个刘主席的言语当中也透露出 咱们还是会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几颗定心丸在这个超级周末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对于今天市场的这样一种高开的上涨 绝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末的这个定心丸 是给今天的市场带来了正面的回应 但是接下来的市场 是不是靠着这几颗定心丸 咱们就可能走出攻击3000点 这样的一种行情 还是说这个定心丸 虽然是给出了今天市场一个正面的回答 一种回应 但是接下来的市场到底怎么走 还要关一关后面的政策 会有哪些陆陆续续会出台呢 先来听一听徐老师的观点 怎么看咱们周末的这个超级周末的记者会 给市场带来了信心 显然今天的股市已经给出了非常正面的 积极的一个响应 我想这个评论可能更加直观 所以对新主席的这个首秀 应该说是给出了一个高分 当然正如你刚才提到的 这是一方面的对市场焦点问题 首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复 随后那么更加具体的政策 可能在后续会陆续的推出 可能接下去应该关注的是 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政策 能够使得我们行情不是说今天 借机一个反弹就了事 而是能够有一个持续性 这就需要有一个持续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在周末我还注意到另外一端 就是科技人士们非常关注 这个人机大战 人工智能这一块 实际上也成为今天盘面当中 撬动这个领长大盘的一个关键的焦点 或者一个热点 而这一激发就使得整个行情的 一些题材类各股全面的活跃 这当中更主要的就是 创业板的这种强势回归 这种强势回归能否延续 也是看第三方面就是技术的角度 我们知道从技术方面来看 上任指数2月份的高点是2933 那么现在3月份能否突破 可能也是判断这个行情 未来延续性或者这个反弹能够走强 或者有些人已经开始预期 说能够反转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第二方面就是看它的交易量 因为今天量能是不错的 相对于周五 它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放大的 特别创业板 它几乎是倍增的这样一个量能 那这方面的第三个关注焦点 就是跟整个热点的运作 是否能够陆续地展开 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具备 我想基本的常识 就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行情可能冬天真的过去了 到春寒看来很快也会过去 那么股市的真正的春天 就可能会到来 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 也来听听两位嘉宾的观点 看看这个周末的定心碗 能够使得咱们这个市场的行情 能够向上看到多高 咱们这个行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演绎 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呢 一位是李志琳老师 欢迎你 另外是郑敏老师 欢迎二位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后来参与互动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阳线的上涨 同时伴有成交量的放大 您认为是否是反攻号角 正式吹响了 A是反攻已经开启了 上看3000点 咱们看了几次了 2933看了一次没过去 2911又看了一次还没过去 这一次能不能上看3000点 其实真的没差多少点 但是就感觉啊 就差这么几点之后 反正行情的性质就是不一样 B不是 这个行情啊还将以震荡为主 而且呢很多人也在说 今天好像有点用力过猛 别看指数涨得不过50点 但整体的市场的氛围来讲 好像用力过猛了 接下来行情还是要以震荡为主 到底是震荡 还是向上攻击 一会儿来看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今天更倾向于哪一个选项 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 上涨指数1.75%的涨幅 中小板3.18%的涨幅 创业板4.56% 今天的这个市场虽然上涨 但是其实分化也是明显的 创业板就大涨了4.5% 而上涨指数今天这个涨幅呢 基本上是在上午就已经完成了 那下午的时候 在银行的这个跳水的带领之下呢 指数也是明显回落了 但是创业板还好 全天还是比较温和的 上攻之后能够维持住 再来看看今天的涨停和跌停加速的 还有这个成交额的变化情况 上周五已经是最低量了 3000亿 今天是明显放大 5000亿的成交额 不管是主板也好 创办创业板也好 都有放大 但是这个量够不够继续可以向上攻击的攻击量 涨停跌停加速100加涨停 这个100加这个数字也比较好 跌停的加速呢 只有5加 从今天的这个盘面的表现来看呢 是一种全面普涨的格局 确实还比较的活跃 再来看看涨跌停的对比情况的上涨加速 赚钱效应今天是高达99%嘛 因为是普涨的行情 上涨的2517家 下跌的只有33家 但是一般来讲 这种赚钱效应高达99% 它是不可能维持到第二天的 因为这已经是个峰值了 所以接下来的市场 要不然就会诞生领涨的主线 要不然就是在普涨之后 肯定会明显的分化 一旦分化行情 是不是也有可能戛然而止 应该怎么去研判 先来听听李老师的观点 刚刚过去的这个超级周末 给今天的市场 肯定是一种正面的回应了 但是否意味着反攻开启 反攻开启能看多高呢 我认为今天的这个行情呢 是对压跃市场的几个月的 一些重大利空的 一些报复性的回应 这个刚才李婷放了一些短片 我感到是流失于新主席 用中国社智慧 回应了市场最关切的问题 尤其是像注册制 它可能会贸然推出的话 可能会颠覆整个市场的 价值中枢和价格体系 所以市场看空的那么多 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面对注册制要不要推迟 那么在它之前呢 是说法不一的 有的说既没有说要做 也没有说不做 或者既没有说要推迟 也没有说正在做 这是政界会副主席的解释 还有人说十五三五规划 要五年里面搞嘛 那么随时可以搞 那么刘主席呢 他用了中国社智慧呢 非常巧妙的来把这个 是不是推出 而且推出的时间 就是做了一个巧妙的回答 比如他用逗号 来用三中全会的文件 来为推迟注册制 提供了理由 这是同样的文件上面 他用但是后面 大作文章的这种理性的技巧 设定了三个条件 相当完善的法制环境 相当长的过程 相当长的时间 三个相当 如果在中国的行政体制 运作过的 就意味着至少两年 这是我的体会啊 或者说 就是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不及 至少明年三月份免谈 这个也有了 第三个中国社智慧呢 它提供了一个模糊的联化 因为用三个相当的话 看起来模糊 实际上联化了 不是说不提就不做了 或者很快就会做 或者是指数一高 半年以后就做了 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 应该说是压烟了市场了很久啊 所以今天创业版中销版的反弹 非常强烈 就是压得最厉害嘛 如果搞注射制 这里面的股票都要腰斩嘛 这个大家都懂 那么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报复性的反弹的能量 还没完 因为它还回答了 另外两个市场关切的问题 一个是政经公司 会不会推出的问题 那么现在它说得非常明确 我不重复了 第三个问题 引起一月份 大概六七次 这个前股低停的 有一条重要的利空 就是当时上任的政监会主席 副主席 在达沃斯论坛上说 今后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 将成为常态 政府不会干预 让它自由波动 是这样说的 那么我们刘士宇 新的主席 他怎么说 今后再发生的话 政府还会毫不容易地 广断出手 我想这个话 非常是荡气回肠啊 坑枪有力 我想投资者的这个信心 气是要鼓的 而不能歇的 这是一个信心市场 刘主席特别强调 中国的国情 就是中小投资者占主体 这个结构几年都不会改变 所以我想呢 我们现在考虑问题 如果是从中小投资者出发 利益出发 如果从中国国情出发 这个股市 应该是有希望的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其实从这个刘主席的首秀 相信很多人 其实都是应该 好感加倍 信心百倍 甚至可以是打高分的 但是如果回到市场而言 这个市场 比如信心的恢复 它也不是一刹那就能够恢复 因为我今天看到 这个市场涨了之后 我身边的朋友 也是议论了两种 一种觉得说 今天这么大的这个市场的反应 应该是涨得更猛一点 但是你看看主板 其实只有 还不到100点的空间 觉得是不是上工已经乏力了 因为信心恢复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吗 您怎么看呢 是的 市场信心恢复的 一个要时间 另外呢 大量的私募基金和大户是空商的 所以它不会去抢盘 要慢慢来 对吧 另外呢 有了在这个低位买进的 有了获利呢 就走了 另外我们也看到 银行股是有刻意压盘的 这种意味 就是不希望长得太快 长得太快就也 技术得快 所以我想呢 今天这样的走 是很符合我的预期 我昨天认为 跳空20点开盘 收盘在2860 50到60 那么这个就是 刘思瑜的阴线 现在填补了 刘思瑜的 新上任以后的 它的起点就是2860吧 开启了 我认为可能会有一段 交场时间的 震荡式的漫游行情 在人们不知不觉当中 正在到来 那是不是2638 确认应该是一个底部了 咱们接下来就是震荡上行了 但是可能主板和创业板的节奏 会有不一样 不一样的 是吧 好 稍后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节奏可能会怎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上一周 大家还在担心 是不是又要再去考验2638 如果再考验的话 2638是不是就守不住了 从今天这根阳线 而且是有跳空缺口的 似乎能够化解 这样的一种担忧了 但是走能走多远 这要看看市场的信心的恢复 成交量的配合 热点板块 以后我们来说 来听听郑老师 郑老师一直来说 两件大事您关心的 这也比较巧 您一直说的一个是降存准 结果就在两周前来的时候 对 那一天降存准了 对 来了以后突然就降了 对 七连养涨涨了 然后现在又来了 正好就是说到注册制 对 您觉得咱们这新主席的 这样一番表态 是不是把这个定心丸注册制 大家也不要再担忧了 是啊 所以我觉得 从当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要比我上周来做的情况 还要更好 因为上周来呢 我是说 利空灭了一条 还有一条 现在算两条都灭了 两条都灭了 基本上就到年底来看 注册制是不会推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至少 从基本面上来看 两条利空都灭了的话 我觉得这个行情 应该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2638这个低点 我可以这样说 今年年内被考验的概率 都不是很大了 就2638是不会破的 那么未来的这个行情 是会展开的 刚才你还说到 就是说主板为什么 涨了一段 它又不涨了 然后中小版 创业版涨了很多 我一直是比较看好 中小版和创业版 这两个板块 因为我觉得他们才是代表 中国新经济转型的 这样的一个浪潮 然后它是一个方向 总体的方向 都是朝这个新经济的方向 去转型 那么我们之前 炒的那叫什么供给侧改革 其实它是一个 所谓的加杠杆去库存 这个从道理上来讲 我觉得是讲不通的 所以这个你看 今天涨得非常好的情况下 银行股就跌了 我觉得这样来看的话 整个市场的结构就平衡了 这样就调整过来了 应该是周期类的 或者是大票跌 然后小票涨 那么在这个 基本面好转的情况 这个背景下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利好的东西 也就是在上周五 我们看到欧美股市 涨得非常好 那么他们 其实我都一直在这里讲 它有一个叫做资产证券化率 全球都应该差不多的 那么我看了一下 就是美国和德国 他们这些国家和英国 基本上已经回到 去年12月份的这个情况 这个指数 也就是说 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率是最高的 是150% 英国大概是120%左右 中国跌到现在 我刚才查了一下 大概是42万亿的总市值 那么现在这个GDP呢 今年来看 大概是72万亿左右 也就是我们60都不到了 我们现在只有58 那么58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要比印度啊 这种发展中国家 还要低很多 他们基本上都是70左右 那么我觉得 如果说就是 以前我们是担心那个注册制啊 注册制出来了以后 我们这个筹码的供给 源源不断的来 那么你不用涨了 你这个资产证券化率 它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但是现在注册制给停了 这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算得出来 我说这个资产证券化率 它会提高 那么它提升一个点 就不得了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A股市场啊 它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而且有可能开启的一段呢 是12年 13年的这样的一段 就是小票往上涨 然后大票呢 它可能不动 就是上证宗旨 涨的幅度会有限 但是小票它会涨得比较厉害 就是倾向于咱们这个2638 您也觉得说的乐观一点的话 年内咱们都看不到了 年内都不太不破 接下来就是震荡上行 至于这个节奏怎么运行 您倾向于可能中小创会更好一点 以后我们来说中小创 今天大家都是一种普涨的格局 因为看看这个涨跌比的情况 99%的赚钱效应 就确实是大家都在涨 但是谁会成为领长的主线呢 一会儿来说 徐老师怎么看 今天这个反攻开机 您是不是也投赞成票 也是赞成票 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乐观 因为我觉得目前的行情 可能还是会显得 比较温和的一个反弹 前面我已经说到了一点 像上任指数 你就看3000点如何去拿下来 或者说把2月份的高点 2933怎么过 对 2933这个突破 但这个突破 估计问题不大 问题就是如何去突破3000点 这个可能更加关键一点 第二点就关于创业版 确实值得看好的 因为它本身对应的 前一个阶段大家看空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受这个助手制的制约 现在现在已经明朗化了 那么它当然这个利红就消除了 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 创业版本身 它的结构性的演变 还在进行当中 比如说关于这样一个 退市的政策 在目前这个阶段 是否会引出来 那可能需要关注的 第三方面就从目前的层面 我可能更关注 市场本身的一些角度 比如说量能 目前的量能看起来 更多的是所谓 纯量的一个婆异 所以每每到反弹的时候 都是厂内的一些助流资金 迅速就激发起来 比如说对它的这个补偿 但是还没有能够引发 外围的资金能够入市 那外围资金什么时候会入市 我估计要突破3000点以后 等市场真正有一定的赚钱效应 那么这些资金才可能进来 等到那个时候 可能行情才可能会 比较好的演绎开来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还会有一定反复 我而且认为这个2638 可能还会面临一定考验 这个可能和这里有所不同 你觉得还会在近期就会考验 对所以还在问何 因为目前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方面 但是冰冻三尺和一的自寒 目前这一波的调整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整 从目前越来越演化的这个地步 但是现在的反弹 现在会延续下去 李老师怎么看 是短期有可能再来这折腾一下 反复一下 还是咱先上了3000 然后再折腾再反复 我认为先要把2933的 这个双头先瓦解 先化解掉 2933 化解了以后呢 就加强了2638的可靠性 那么2638破的概率不大了 我认为再回到2700的可能性 也不能排除 那就说今天这个缺口 短期还是有可能就回补掉的 是不是 有可能的 但是回补了以后还要上 因为市场的有利因素 还有不少 您觉得还有哪些有利因素 比如导致1月份的大幅度下跌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人民币贬值 现在人民币已经升到了6.48 所以去买换美元的人都输了 那么这本周四呢 美联储要决定是不是加息 根据我的判断 大概率是不加 如果这个消息公布的话 我认为在本周五 可能市场会有一次猛烈的上攻 所以2933可以轻而欲击地把它拿下 所以这两天只要叙事 在2900点以下叙事的越久 就越好 这是1 因为美联储如果不加息 如果人民币再升到6.40 那就是又一次的降准 势债必行 这是1 另外星期三 李克强总理的既的招待会 我想也会要古人心的 因为在1、2月份下跌了 所以两会后的行情上涨的概率反而大了 跟以往可能都不同了 市场总是跟绝大多数人的预期下凡走的 这是又一个因素 再一个因素 我们看新掌门人最看重的的是 他心中装着广大中小投资的利益 还有他考虑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 应该说 昨天前天他匆忙地回答了三个问题 因为时间不是给他一个人的 那么他还没来得及发布新政 如果当他的新政出来 当他如果能够逐一地去解决 就像以上三个问题那样的 去解决市场的基础问题 比如大小费问题 新股节奏问题 这个引进战略投资者问题 引进新政资金问题 又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平衡问题 足以解决的话 中国股市振兴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们需要听其言关其情 给他一点时间 那么所以我是期待震荡中的 底部不断抬高 顶部慢慢上移 这样的一种漫游行情 有可能开启 就是像今天这样 其实也挺好 指数涨得不多 但是个股都是一种普涨的格局 但绝不因为着今天的上升 指数里面的个股涨得不好 绝大部分也有4% 所以今天的银行股的下跌 可能会有互股通 什么之类的获利了结 但是他压着指数 是给投资者提供了机会 所以千万不能得出 上升指数只涨这个结论 这个涨要比涨3%还好 就希望它就是这样 小涨 然后中小创能够多涨一点 我感到中小创里面 尤其一些 大家可能在不经意当中不了解 中小创里面有5块钱的 创业办有5块的股票 6块7块的10块以下的股票 都出现了 我感到真的去好好的发掘 好 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 接下来市场会运行的节奏 还有这个领涨的板块 或领涨的主线 可能会产生在哪 关于刚才这个李老师也提到的 就是因为这个记者会的时间有限 所以都是针对记者的提问 给予了一些回答 一个提到注册制 另外还有中正经 当然还提到了熔断 那么在结束之后 其实也有记者追着问 这个刘主席说 这个深港通搞不搞 刘主席也说了 这个深港通今年呢 是应该会推出的 所以这个消息 是不是也对市场 也会有一定的反应呢 稍后回来 咱们再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 后市市场运行的节奏 大概这个模式会怎样 因为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了 今天一个重点就是银行股 今天在差不多这个两点钟左右 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跳水 由于这个银行的回落呢 自然也导致了上市指数 出现了回落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之前的市场 这波反弹当中 就这个2638起来 这波表现最好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周期类的个股 房地产啊 有色 再加上银行 或者是保险 在盘中呢 还会经常出现这种明显的 28甚至19的分化 可是从今天这个盘面的现象来看呢 虽然主板的成交量也有所放大 但是如果从放大的比例来讲 那今天这个创业板的放大的 这个成交量的比例 肯定要比主板来的更多 所以是不是接下来银行 可能之前带指数的 现在要开始回吐了 回吐会拖累整个市场呢 还是可能接下来 当银行开始慢慢回吐 创业板一军突起了 是这样的一种节奏吗 而郑老师怎么看 接下来市场运行的节奏 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格局的延续 因为今天就是非常好 那些大票都在跌 然后小票都开始往上涨了 这个格局呢 就类似于我是去年9月底 到这儿做节目的时候 我做过这样的统计 就是我看下来就发现 公募和私募啊 它这个小票的仓位严重不足 整体仓位都不足 但是小票呢更差一点 就它的仓位很低很低 那么如果说当时我说 如果在10月1号之后 发动一批小票的大的行情 小票的指数会长得比较好 那你的业绩基准 就要去跟人家比了 那怎么办呢 就赶紧加仓啊 你说小票这个筹码 拿起来就很难的话 那么它长起来就会比较疯狂 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 现在我都不用去看那个公募和私募的 这个仓位的比例了 我自己感觉他们的仓位是非常的轻 尤其是小票是严重不足 那么谷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 就叫做是行情在绝望中产生 在犹豫中发展 在疯狂中死亡 那么现在呢 就是在这个行情在 绝望中发展的 对 在前面两周 我们来的时候 其实是很绝望的 就是在2月29号 那天晚上做节目之前 然后放了这样一个降准的消息 这就是在绝望中产生了 有七根阳线开始来了 然后呢 现在是 我觉得啊 市场上的人都是很犹豫 非常的犹豫 普遍都是很犹豫 大家都在说 这个2930 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 你看几次都冲不过去嘛 它根本就是一个双头啊 三头啊 然后肯定会压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情 肯定会看高一线 而且涨得比较好的 应该还是小票 因为大家的仓位 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只要有人点这一把火 这个行情就能够起来 所以我对未来 还是看好那个新经济啊 像中小创的这个 市值比较小的股票 那么至于刚才说的 那个银行股啊 或者是周期类的房地产啊 像这个有色啊 或者是资源类的 它一方面 它们的总市值太大了 因为我刚才说的是 储蓄市那个总的 这个资产证券化率 我们的资产证券化率 因为比较低嘛 所以我们跟全球去比的话 我们应该提高 这个资产证券化率 那么你如果是涨大票的话 那一下子这个 这个比例就上去了 一下子我们从58 一下子涨到60几 那你别的也不用涨了嘛 所以我觉得银行下跌 或者周期类的大票下跌 非常好 给我们小票腾出空间 然后呢 整个市场就会充满了 像2013年到2014年的 这种年初的这种行情 就是小票涨得很好 市场上都是赚钱效应 但是你看这指数 还它不怎么涨 它一直在2000年附近 甚至跌到1800 大家都还说是熊市 但是赚钱效应 就很明显了 我觉得这个格局 是对我们做股票的人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福音 那么也就是说 接下来 当然个股的选择 是非常重要了 就是指数可能 它涨幅会比较慢 但是有一些股票 它有比较大的一个赚钱效应 或者说还有一些股票 它会面临退市 这个个股的分化 就会非常厉害 这个投资者也是要注意的 以后我们来说 具体个股的选择 林老师觉得 这个节奏的话是怎样 是创业板 是不是涨得更好一些 因为它跌得比较深 而且它弹性比较足 所以创业板可能会 涨幅的会领先一些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 这种连续几个月的大暴跌 市场也吸取教训了 太小的股票 进得去出不来 流动性不是特别的 所以需要多元化投资 因为这次受 注册制打击 最厉害的是几个板块 一个是创业板 是中小板 首当其抽 第二ST 可资源不值钱了 第三 因为大量的股市股 都可以上市了 所以国资改革股 也被打压得非常厉害 还有那些高成长 题材股等 那么我认为 这些板块都值得关注 比如这次一行三会 这个记者会 还有一个议委 就国资委的开会 国资委开会 这个有很多新东西的 推出今年国资改革的 九项做事 要推十个试点 而且明确地想 地方国资委 国资部门 如果阻碍改革 或者是担当不够的 要出庆 要让他让位 所以我想这个板块 就是我感到是多元化的 都值得关注 除了大权重是吧 就是一线的权重 希望它长得慢一点 但是我们也不清楚 这个供给侧改革 一旦搞起来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现在都不清楚 但是今天这个市场 还是有反应 因为浦涨 就是前期强势的 其实也有表现 徐老师怎么看 接下来更大的机会 可能在那 对 这个权重国这块 不能一概否认 它还是有一定机会 因为供给侧的改革 我们知道 也是今年的一个重头戏 国家会有相关的一个政策 我估计在两会以后 就会全面铺开 所以刚才廖老师说到了 向外庆国立委主任 他说的这里边有很多 关于国企改革方面的内容 大家不妨去留意 另外一块就是说 最近走到比较好的 比较周期性的这一块 它有一定的复苏的迹象 这可能也是带动 它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银行股方面 确实整体走势并不美妙 但是它有一点好处 它有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刘思雨主席在强调 他当这个农行行长的时候 他的一个体会 那可见对银行这一块 我估计忘不了的 同时我们看银行商会里面 这个记得杂志 还有一点提示 就关互联网金融 说若干天一内 肯定要挂牌了 这个方面是否诱发 我们互联网加这一块内容 再度决 因为今天涨得最好的 实际上就是 先软件类的股票 互联网金融这一块 然后互联网加 TMT等等这一块 就全面的服输来了 那这一块的激起 的确是受到大家欢迎 因为我们这几年以来 整个形成的一个市场氛围是 当题材股活跃的时候 整个市场就充满活力 当创业板走强的时候 整个市场也更加充满活力 因为创业板强 才是整个市场真正的强 因为这代表了 我们反复强调 目前整个中国经济这个转型 那转型有两块 一块就是说 与传统的这块 它是周期性的这个 供应的改革 靠它的服输来带动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 比如说有一个消息 就今年以来 这个工程的投入量上非常大 第二块就是 新兴产业的这个成长 新兴产业的成长 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因为我觉得未来 我们整个的发展 为了这一块大的消费 大的新兴的转型 可能带来机会 是不亚于其他的一些行业的 包括以创业板为代表这些 你看像文化传媒领域 像这个手游游戏行业 像这个体育产业 像养老 医疗等等 这一块只要去挖掘 就会有大量的机会存在 我们稍后来说一说 今天虽然是一种 普涨的格局 可是还是会有 能够形成板块效应的 就是这国产软件板块 今天也是出现了赏平潮 那么后续哪个板块 有可能会成为市场当中的主线呢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好 欢迎回来 来看一下今天盘面当中 各个板块的表现 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弱的呢 就是以权重股为主 比如上银行 今天还是整个板块 是以绿盘保收的 酿酒呢是涨幅微弱 保险呢 0.68%的涨幅 石油也只有9.6% 但如果大家看个股的话 其实基本上普遍 没涨停的话 也应该有3% 4%左右这种涨幅 再来看看 今天能够形成板块的效应 出现涨停潮的 就是在国产软件当中 这些个股呢 都是涨停的 但是当然也不仅仅 只有这些个股 大家也可以看看 这些个股能够涨停呢 归结起来算是软件板块 但如果再归结起来 那可能就确实跌的 也比较多 尤其像创业板的 有一些个股 确实跌的比较多 那么前期的一些 强势的板块呢 今天依然是表现强眼 比如说信息发展 是我们上周就提到过的 上周一周 人家涨了30% 今天是继续涨停的 所以说算不算是 一个信号已经产生了 当然真正的腰股 现在还没有 能够看到连板效应 这个还没有 现象没产生 刺新股价创业板的领涨 另外像玉光金铅 当然它有高速转 也跟这个有色金属 跟黄金也有关系 今天也是涨停的 棕林园林 虚拟现实的 加上有高速转 预期的这几个 哈尔斯 迪士尼概念 除以农牧涨价的 农牧养殖的 航米股份分散染料的 大家知道 之前的几个主线 就是一是涨价 二呢 是跟这个有色有关 后面呢 尤其从上周开始 慢慢的发展到了 像这个刺新股啊 包括像前期 强势的一些品种 慢慢的恢复起来 那么是不是 接下来是 大家一起涨 还是全面开花 还是从明天开始 也不可能每天 都那么普涨吧 总归有孰强孰弱吧 我们应该怎么操作 我来问问李老师 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节奏是 大家一起涨 还是有领长主线了 哪个是 我认为是修复性的行情 轮涨 轮涨 没有主线 目前没有主线 因为市场里面呢 很多人感到 2638不放心 是什么理由呢 就好像这个行情 启动的时候 是两千两百点 好像还有20% 这是之前会 一位副主席说的 你起点还有20% 最好回到老地方去 但我里面 我认为里面有一个误区 因为这个一两年里面 我们有将近两万亿的债融资 注入了又这资产进去了 还有呢 我们的经济带动了 上市公司也一起发展的 业界也起来了 还有一块呢 我们有1.5万亿的 国家队的资金进去了 所以你要叫它回到老地方 2200 2300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估值 就是现在2800点的估值 已经低于08年 1664点的水平 上升指数12倍 互升30010倍 放在全世界都是有价值了 所以呢 我认为指数 一味地往低看 没有出路 刘主席也讲了 你再受控的话 我还要出手 所以这已经告诉你 2638不要去想了 既然下不去 那只能往上 那么有人说 这个往上3000点太高 不要搞错 一年半以前 3000点是起步 4000点还是起点 现在觉得压力好大 对 而且我们中国股市 93年就是158 01年就是2245 07年6124 现在搞了26年 才2000多点 怎么会高呢 所以我感到 我们的很多年轻人 你看了这个上升指数 2600 真应该高兴 这个未来的机会 有多大 刚才志明讲了 如果从政签化率的 这个角度看 还有空间 大有空间 因为我们的最高市值 80万亿 现在是46万亿 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指数 往低 不要去多想 那么这里面呢 我有提一个观点 就很多人说 为什么2638一定要破 这个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一样 那么主要的依据 来自纯技术分析 认为呢 已经走了C四浪 一定要走一个C五浪 那么我要提出反正 这一样 谁告诉你 这是C四浪 这个C四浪 有N种判断 对吧 第二 为什么C四浪以后 一定有C五浪 我搞哲学的 你不给我三条理由 我根本不相信你 而且我还要告诉 广大投资者 现在这个社会上面 广泛流行的 大家感到像这个 金科月律一样的 技术分析 是上世纪 20年代到30年代 美国人发明的 今天 美国人已经把它 全部抛弃了 没有人看技术分析了 我们中国人 还把它当宝贝 我认为呢 技术分析 有一定作用 在我的26年时间里 我认为它的作用 就是10% 所有的分析里 基本分析 经济分析 人气分析 心理分析 资金分析 筹码分析 比这个要重要得多 而且26年来 重要的底部 用纯技术分析的 多数是打空的 他们的底部 认为还要低 从来没实现过 包括刚刚过去的 那个2000年 去年 2014年的2000年 很多人是看1800的 对吧 所以我想呢 不要太计较指数 我们多用 经济基本面 政策面 人气面 心理面 资金面 然后从全球股市的视野 来看 所以我感到 我们中国股市 只要解决一些 基础性的问题 是大有前途的 您刚刚说的是 不能只看技术 人说其实是各方面的因素 一种综合的体现 但是有一种观点 认为说 其实技术 就是各方面因素的 一种综合体现当中的 直观的一种反应 所以我知道 今天你们几位 这是之后的反应 回头看 你们几位都不是搞技术的 下次咱们也弄个辩论 咱们也有一些技术高手 因为在市场当中 也有这种技术 确实能够看得准确 判断拐点的 当然绝对 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 所以下一次 李老师 咱们也来辩论 进入到超级辩论会的时候 咱们再回到 这个市场当中来探讨 就是咱们这个指数 可能也不会涨得太多 但是机会的话 您又说的是一种 轮动普涨的格局 那是不是就是 把握起来也比较难 那怎么办呢 我感到 因为跌得很深 不要看指数 3684跌到现在2800 跌得好像也就是27% 绝大多数的个股 都是5 60%的 这个跌幅 所以下跌50% 反弹要100%才能解套 所以我感到 这个先持股待涨 就持股待涨 应该各类个股 都会轮番的有机会 涨到一定的阶段 然后再开始热点分化了 就短期应该不太会产生 新的 我认为轮涨都会涨到 跌得太惨了 所以我们刘主席 也为重要投资者感到沉重 感到压力大 担子很重 很重 好 听见郑老师的观点 您觉得呢 现在是继续持股待涨 有热点吗 现在其实啊 我观察到市场上 有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好像那些 锂电池板块 像天气里业 干风里业等等 你去看它走得很强 它现在这个价格 比那个股灾之前的价格 又翻了一倍 就当前这个价格 比股灾之前又翻了一倍 那就说整个市场上 还是有非常聪明的资金 它会看到有一些上市公司啊 因为它整个行业的发展 然后呢 它的产品会放量 它的业绩呢 大幅度的增长 如果这样的股票 被你挖到了之后呢 它根本是跟股灾没有什么关系 一路就开始上涨 那么这样的股票呢 我发现在新能源汽车当中 像锂电池当中是比较多的 包括以前的多幅多 它好像也走了一段 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 另外呢 还有像这个虚拟现实 你去看虚拟现实 它也是走得比大盘要强很多 基本上是跌幅非常小 所以我觉得未来啊 这些聪明的资金 就会盯住这个产品会放量 行业有前景 类似的像这样的上市公司呢 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 像软件啊 大数据啊 像精准医疗啊 像那个基因测序啊 包括工业4.0啊 军工啊等等 未来都会有这样的 一些股票产生 所以我说呢 可能是选股方面 大家要多从基本面方面 尤其是上市公司的 这个产品是不是会放量 业绩会不会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在您看了 如果要选 肯定在新经济这边选 传统的周期的 哪怕有一些题材 很容易被证伪周期 你觉得也不能够关注 手上也不能够持有 我觉得周期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说 什么供给侧改革 就说这一块 它肯定会涨起来 然后我觉得吧 它主要是 基于这个产品涨价 但你这个产品的上涨 它有没有需求呢 如果说它没有需求的话 上市公司的业绩 它会不会好 一旦你公布业绩的时候 你看成绩单叫不出来了 这不是很容易被证伪吗 所以我觉得像类似于 这种大的这种大票 我觉得业绩如果容易被证伪的话 这就很难操作了 所以我们要炒这些比较小的 然后业绩有前景的 就是大家想象空间比较大 当然我觉得未来的一段时间 还是要看业绩 如果你业绩能够放量的话 能够支持你的股价的话 那是最好的 如果你业绩迟迟不能放量 然后大家想了半天 它还是一个空中楼阁 那这个股价也会被证伪 还有就是市场的覆盖面比较大的 我认为是工业4.0 智能机器人和高端装备 你互联网加 无论怎么搞都离不开这个基础 我们中国的低端的中国制造 要变成中高端的中国制造 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 所以必须把这一块搞上去 现在这个日本经济 它虽然疲软那么多年 但是它最近正在悄悄地 在工业4.0和机器人方面 就在世界的前面 所以我想呢 这是肯定是我们十三五规划里面 国家重点发展的 这一块搞上去了 那么我们的经济 温存上也就要保证 实际上就是回到的 新兴和成长这一块 我想目前实际上 并不是完全没有热点 热点正在形成当中 因为现在大家普遍看 是一个反弹的初期 反弹初期呢 就是各路板块 各路题材可能都会先率先 反一波再说 但随后 如果比如说像今天崛起的这些板块 明年如果继续来掌听板 可能大家就眼睛亮起来了 觉得哎呀 这个板块已经效应出来了 主线还打起来了 那这个主线更容易产生 就在这一块 我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 目前我们护生股市 它的基本特点 刘主席已经反而强调了 就是中小投资的为主体 那中小投资为主体的一个市场当中 它这个炒作的题材或的主题呢 就往往会成为市场 引领市场上涨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目前还应该是主打这一块 包括刚才郑敏说到了新能源汽车 因为新能源汽车已经有说明了 说今年可能还会翻倍的放量 像这个比亚迪为代表 那在这里面可能 它有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机会 包括虚拟现实 包括刚刚你看人工智能 还在演绎当中 这些都是给我们能够带来比较 一方面是有一些刺激 科技引领了 另一方面实在在的 有些公司它能体现出来 那么带动这个股价的上涨 从而引领整个行情 所以从行情运作的主线 它的逻辑角度来看 从这一块 另外一块就是 因为股市发来不愿意 怎样就这个实际问题 时间到了 这个时间你买了 可能就对了 然后那是价格 因为价格如果你不对 可能这个时机来了 跟你还是无关的 所以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目前的大量的个股 如果你看一看 这个创业版为代表的 这些新成长类的股票 似乎又到了一个 可以布局或者运作的 所以前两次我就 反复谈到这一点 已经是可以运作的时间 你先暂时不要管它 价值不价值 在供期的改革 如果你要纯粹 按静态的业绩来看 它是没有什么业绩的 因为它改来改去 目前很多爆出来 钢铁 煤炭 都是亏损累累的 但是它的运作已经开始了 而且我们也预期 经过这样一个改革以后 能够带来一个 更好的一个企业的发展 好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看看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 对于今天微信公众话题的选择情况 再来了解一下 今天的仓位调查 好 欢迎回来 先来给大家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由非科智能电器 为你提供的扫地机器人 请大屏幕观众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请 好 恭喜尾号505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接下来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的资金流向情况 今天的资金基本上都是以流入为主 流入最多的就是计算机 竟流入了21.88亿 电子信息10个亿 换工化信息9个亿 1.1亿表8亿 机械是7个亿 来看看流出的 只有三个板块是流出的 银行 保险 农历牧鱼 有色金属和煤炭石油 是相对流入较少的 就整体从今天的资金来看 风向发生了变化 之前都是银行流入 农历牧鱼流入 有色金属流入 今天呢 这个这几个反而在流出 流入的开始变成了计算机 电子信息 之前这几个板块 也都是一直以流出为主的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接着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明天在盘中呢 依然可以申购一只新股 今天是没有新股可以申购 明天开始 这只个股是叫明家汇 申购代码是300506 300506 发行的价格呢 是8块5毛8 上限是12000股 大家在盘中呢 可以申购一下 接着了解一下 今天的这个选择情况 今天这一根阳线 而且是个股扑涨的格局 并没有让大家觉得说 这一根阳线啊 咱们要改变趋势啊 甚至是要改变 对于后市的一种判断 因为选择的这个比例啊 是1比1啊 A的说上看3000点的 其实也没看多高啊 3000点的50% 这个说不是啊 这个号角啊 反共的号角还没吹响呢 咱们啊继续震荡为主吧 这个选择也有50% 目前这一根阳线 没能形成大家一致看多的预期 咱们来看看仓位调查的情况 加仓和减仓啊 以及空仓的比例 空仓会不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空仓的比例 确实是比较低啊 12% 但是 这个但是后面有文章了啊 30%都是减仓的 仓位不变的啊 30% 你看加仓的就不主动啊 不多 只有10%几 满仓的更少 只有10% 就是仓位不变的是什么 相对谨慎乐观的 我再拿着看看 你们觉得后面行情不是还有吗 但是我知道 不会一下子冲到3000点的 稳步上行 我就拿着看看 减仓呢 也很多 30%的比例啊 反正今天已经呢 拉过一个阳线了 明天可能冲高 就要回落了 好像大家还是在犹豫当中啊 李老师怎么看 真的好现象 如果都一直看好了 反而不好 那你觉得要减仓吗 现在 我感到2860 刘思瑜 这个起点下方 守住仓位 不要卖春苗 我认为后面的行情可能会 力度还不小 时间跨度可能比较长的 不要卖春苗 就不要轻易地割掉手上的筹码 因为卖的话都是割肉的嘛 今天抛出来的是前两天 对 短期获利的可能 获利的 所以明天 我认为就在2850到2880之间 如果排两天 然后等到星期四晚上 美联储的消息出来 一突破 星期五一举突破2933 那是不是也建议大家 就是现在不追涨 但是如果逢低的话 是可以去补局的 可以吸纳的 如果有资金的话 仓位轻的话 逢低薪 但是也不要追涨 不用追涨 现在这个行情也不用追涨 郑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现在散户都比较的谨慎 对 对后市的行情发展 应该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行情就是在绝望中产生 在犹豫中发展 既然大家都那么犹豫 那就继续涨了 而且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 他都会越涨越抛 因为大家都在想 这肯定是一个震荡式的行情 然后我抛了以后 我肯定会捡回来 素不出今天这根阳线 它其实已经是右侧交易的一个加仓点都过了 基本上这根阳线 我就可以判断 右侧开始了 就是右侧向上涨的这个行情开始了 我之前就在这讲过 我们左侧 如果你不敢做的话 你就等消息确定 哪几个消息呢 就是我说的那两条 就是降准 就是那个注册制给否了 如果这两条消息 如果确定的话 你就可以加仓做右侧 那么很明显今天就是一个右侧 刚刚开始拉这根阳线 右侧刚刚起来 怎么能卖呢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加仓 今天古泽军线收服了 它在二八三四 二八三四 就又进入了多头市场 这是一 第二 如果大家打开周开线的话 底部经差 对 一般上方有至少四个星期的上场 所以就建议大家 当然不是建议追涨 可是呢 如果手上有筹码的 别轻易卖了 是吧 底部啊 底部真的是底部 因为每一任证监会主席 我都研究过的 他都有证监会主席的阳线 还有上影线 我们现在刘主席刚上来 这到起点 今天收盘就是他的起点 他上来了二十三天 还是起点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卖了 他肯定有一个几百点的上阳线 上影线总是有的 好 这也是给大家打气 给予了信心 薛老师 进一步的推演下去 我们知道 你看每一届政经会主席 都带来有一波非常好的 一个牛色行情 现在我们刘主席来了 未来几年里头 可能也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不过我想运作当中 主动权应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你不要把这个寄托的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指标升上去 所以从现在这个行情来看 我们反复说 可以运作 那么你就先短信做起来 但是创业版的情况有所不同 所谓创业版里面 你反而应该有一个中长线的思路 去对待它 我们特别注意到创业版 首批28家里面 你像机器人这样的公司 因为今天它又来大比例的送转股了 像这样的一个公司 你看从商市才五六年的时间 它当时的流通股是1500万股 而现在如果再考虑它大比例扩张 基本上股本的扩张100倍 现在马上就到15个亿左右了 如果再搞这一次 你想想 这个是惊人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说 我们的创业版 反而是具有中长线的价值 你不要看大量的公司 现在感觉上估值很高 但现在这个估值慢慢就降下来 你看机器人现在估值就没那么高了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 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思路 第二个思路就是 刚才这个调查也非常有趣 这实际上表明 投资者目前还是非常的谨慎和理性 因为屡屡被反弹以后 第二天转身又给杀下来了 而且现在如果稍微有点大的下跌 我相信大家还是会感到非常恐慌 这也是我判断为什么 说2638可能还会未来面临讨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现在是涨呢 是你看咱们之前是七根阳线涨 涨完了之后跌一天大家就怕了 之前是过完了春天之后连涨 涨完了之后一个周四的一根大阴线6%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位置上 好像还是不能够加大阴线的 涨 涨 涨 最后一个大阴线就给你全部杀掉了 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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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